除夕夜,台湾红白艺能大赏在台视准时播出 率先开唱的艺人就是罗志祥 这也是他第四次登上红白大赏,引发外界热议 当晚,罗志祥一身黑衣,耍裤依旧 在看到镜头的那一刻,他就大喊一声小巨蛋 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不得不说如今,罗志祥的实惠保养 即使已经43岁了,脸部状态仍然像个小伙子一样 没有丝毫年龄感 不少网友看到罗志祥的唱跳舞台后都表示 他现在的事业发展大不如前了 觉得他身体不行了,跳很多舞蹈动作都没有力气 女星曾佩茨在现场为观众带来了一首歌曲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声线轻亮,台风稳健,画面吸睛 林志玲的老公Akira与女星陈佳化在除夕夜合作 一同合体大调拉丁舞 Akira一身白色西装,身形高大,帅气逼人 而陈佳化穿着银白色流苏低胸洋装 像身材勾勒的凹凸有致 两人在舞台上贴身热舞,气氛火热 据说他们演出前排舞只花了一天不到的时间 彼此之间很有默契 值得一提的是,林志玲也在舞台下面当老公的迷妹 她身穿黑色上衣,戴着白色口罩,将头发向后盘起 整个人气质出众,即使没有露出正脸都美到惊艳 她在看老公表演时不停用手污嘴 似乎是被Akira摔到感到娇羞 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 林志玲在老公工作结束后便背着儿子一同离开 三个人温柔又有礼貌,是模范家庭 除此之外,女团G,IDLE作为压轴嘉宾最后出场 接连带来了NXDE,My Bag,Tombly,三首唱,跳歌曲 性感的舞姿,加上不俗的唱功,让观众沸腾 等到演出结束,主持人黄子脚上台 让女团成员们用中文给观众拜年 宋宇基表示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大吉 健健康康万事如意 而其他的成员们则集体秀中文表示炮竹一声除旧碎 台下的观众见到这个场面直接嗨翻了 不少人又蹦又跳表示对女团G,IDLE的支持 不得不说此次,红白艺能大赏可谓是群星璀璨 齐聚各地艺人为台湾群众贺岁新年 现场热闹又精彩 大家对此次活动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位艺人呢